日前惊悚电影《花咒》在杭州萧山举行开机仪式 曾知道《潘多拉的宝剑》等十余部电影的中国新锐导演李克龙协重主创亮相 与以往惊悚片不同的是《花咒》没有续新场面 而是基于一个唯美的心爱故事 影片中少不了大制度戏份 有一大部分是用裸替的需要 最少的要裸替因为他要 反正演员都找我谈话现在 每天去找我谈话说导演这个戏咱能不能那样拍 我说恐怕必须得那样拍 因为他会有 反正是比色戒应该轻点 剧中情节不光尺度大 由罗宾饰演的男一号和几位女演员的情感纠合更是迷雾重重 众多的情敌 这个也是我的情敌 她的压力特别大 对 压力特别大 你在这里都写着这个 都在争宠 对 都在争宠 就每天想的就是怎么去勾引 她怎么想都 就是这样的命 现场导演李克龙还称 正在力邀宅男女神男生加入到影片中 欲请其出演百岁老女人 近日网上爆出一组宅男女神的一些性感照 以清纯民国风走红的男生 此次引起了不少网友的争议 而导演李克龙却称 她我觉得走17路线别好了 她那照片我当时看到 我就贴墙上 就吐着灵意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